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我去一下Skin OK 好 好 我们来到第十次的会议 这也过了两个多月了 时间过得很快 那我想 我们要开始真正的开发工作 那在开始之前 我先确定一下 我们在slack中的channel 过去有分好多个channel 那我发觉这个讯息可能会太深散 所以就全部并到一个channel叫fsic 然后我不晓得大家 是不是都有进到这个slack channel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们全部就combine到这个fsic 这个channel 那我之前看 有一些人好像还没有真正进入到fsic 所以就提醒大家 知道 就原先的那些其他channel 都archive起来了 也删除掉了 好的 好的 OK 那我们今天 今天在今天开会之前 我们送出了关于这个fsic开发的一些developer的assignment 好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工作怎么分配 另外在几个大概可能在一个多月前吧 我们计划把现在coverablesoc的simulation环境 holding到appga 那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这个appga 我们希望能够go public 也就是放在这个international的一些community 那主要就是google open source silicon的那个slack的community 那开放让大家能够来使用 所以有一些准备工作 大家会请Kevin介绍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持续 还没有完成的coverablesoc的一些topic的study 那另外有三个mini的hsvelo的lab 那也有做的也可以报告一下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概 这样子的一个assignment 那这是根据大家填的google phone 那其实很多人都挑了很多个topic 所以我大概简单做了一下分配 那大概有这几个moduleconfig control 我想这些module我想大家大概都了解 那这个名单上我们会有firstdeveloper seconddeveloper 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像iocodex 我们会有两个部分 其实我们的iocodex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iopad 一部分是在userproject 那这两个可能就是分配到不同人来开发 类似但也并不完全一样 ok 这是iocodex部分 那large analyzer 我们除了开发这个design之外 其实还有一部分是 这个名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这些字是不是有问题 真的有人叫这个 这个都不太对 应该是你那个电脑 用编码有问题 中文的编码有问题 我想大家的名字我都叫不出来 不过我现在slack传一份pdf档给你 那个应该没问题 我传slack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 我把你们的名字写成这个样子 ok 不过这个slack上公布的是正确的吗 还是不对 对对在slack上面是正确的 slack是对的 但是我贴到这一台就 但是应该是你电脑的编码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 这些名字我自己都叫不出来 这个字怎么练 好 观众们 这些名字 除了onchip的 就是design之外 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软体部分 因为我们在onchip做这个 trace的compression compression 然后要丢到后赛 后赛就是remote赛 我们需要decompress 然后还要把wafone秀出来 那wafone秀出来这件事情 可能要找一些software package 看怎么做 我其实我自己也没什么概念 我想应该是可以做了 只是可能要去研究一下 所以这Larginalizer 那关于这个user project部分 那user project 我想就会实际去implement一个FIR 那这个FIR就是 还记得大家我们一开始有两个 这个HS的lab lab2就是做FIR 它的interface 有几个 一个是xilite 去pul棍它的coefficient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pul就是 Either用ximaster 或者是xistream 好 那我们就用xistream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FIR的 这个module就有xis xlite 还有xistream 传payloaddata 那另外你就从里面 拉一些debugging信号出来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implement这个 实际放上去 来放进我们的这个 validation platform里面 那另外还有一个xidma 那xidma 当然这个zilinx的fpGA 它有xidma的IP 放在fpGA里面 那我是想可能不需要lens的IP 那因为我们的xix 还是有做一些customization 所以我们可能就自己开发xidma 那但是相关的它的功能跟regist set 那可以参考 zilinx的这个xidma的IP 这样子 那clock and steam 我们大概 大概差不多就定下来 没有太复杂 我们本质上还是基于 carval它的架构 那会用一个除8的clock 当作callclock 那这两个大概是spec 那整个这个project的integration 有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carval side 也就是patrick这部分 那我请patrick来帮忙 那他在摆忙之中也答应 愿意来帮助这件事情 那关于fpGA side的integration 我会请willie 那正好willie现在也在做 carval fpGA的integration 所以延续他的一些经验 这样子我们大概初步的工作 会这样子分配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有些module 也许会有些新的module 会需要 那原先有一个叫做integrate 的这个module 那这个module 就会并在top里面 并在carval这个top里面 因为你把东西整合起来 有一些就是要max 或者是dmax 那单独弄一个module 也是有点奇怪 那我想这个就是由top designer 来处理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分配 好 那关于这个大家 在你开始动手做coding之前 我想我们还是需要 把这个implementation的spec 我们仔细 大家想清楚了 把它搭出门下来 然后我们在一一 走过一遍这些规格 大家一起来看 这样子 所以关于这个规格 我有弄了一个template 那我就拿一个例子来看 我们就拿这个 就这样 就拿这个module 那现在 Kevin应该已经把 线上的这些 这些规格的 这个ownership 就是具有right permission的 都照着那个表 应该已经设定好 我想你们可能也应该收到email了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些在刚才那个table里面的人 应该他相关的这些档案是可以 是可以edit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是一个template 每一个module不见得 它的每一个部分你都会需要 但是我就是把相关的各个章节 每一个session都列在上面 所以第一部分大概就简单描述一下 这一个规格 那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就是放在我最top的 那个architecture spec里面 你们可以从那边copy过来 再加上自己的再解释更清楚 好 那下面的一个session就是像这个interface block 也就是说你这个module 在整个whole chip里面 你的上游跟下游是哪些module 所以大概show一下 你可以拿整个system的block代管 然后highlight出来 那你跟上下游相接的 大概是哪一些box interface大概show一下 知道你这个module在整个是什么位置 然后再来就是feature list feature list 其实就是你基本的一些function 一条条条列下来 好 然后再来是interface的信号 interface信号我们有一个convention 像clock 那假设你是active load的话 你就是underscore n是表示active load 我这边就是做一些简单的一个例子 那假设你这个信号是input的话 你就是这个signal name 再加一个underscore i 表示它是input 那你假设这是output 就是underscore output 那你假设这个信号是control信号 那control信号有所谓active high或active low 那像这种是一个control信号 它是input 而且是什么 是active low的input 这样子 所以当人们看到这个信号 就知道它是input output 那它的active state是active high还是active low 所以这个大概是 大家follow这样子的convention 这是interface部分的信号 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个module里面 有没有register description 有没有control的这些register 那这个register 首先你有一个base address 所以你这个module 这个base address到时候我们要整体来做一个规划了 所以你这个base address most likely就先是to be determined 因为我们最后把所有module 要把一些address 把它大概分配一下 然后那里面当然就是你的offset offset 那里面可能每一个b解释做什么 所以这是register description 然后再来就是function 那function部分一般我们要去理解这个function 第一个当然先从black diagram看起 然后你会层数它的data flow跟control flow 所以在描述这个design 主要是看这些 然后你要大概列出说我大概的large structure 那以及里面有哪些structure的component 所谓structure component 例如说我有用到什么ran 或者我用到一些shift register shifter 或者我里面有用到就fifo 或者是有什么stay machine 大概 这个大概就是highlight一下 你有这些内容 来辅助你解释你的function 那最后会有一个programming guide 例如说我这个module要驱动它 我应该怎么去program它 然后怎么去读它的status 所以一般我在操作你这个module的时候 的一些software的programming sequence 这样子 然后future work就是说有一些 你想到可能未来可以enhance的一些功能 但现在没有implement 那就放在future work 所以这个是基本上outliner 你这个implantation spec里面 应该要cover的一些内容 那假设你的design特殊 没有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也可以自己增加你需要结束的部分 好的 那我再就勾诉一下这个implantation spec 大概的内容 好的 所以就刚才看过 好的 那大家写的话就用hackmd 就是刚才这里看到的 对我刚才没有弄对 应该是是这样子 我大概解释一下 我们会有一个dhub 就刚才看到的这里面 github里面的这个module 里面有大家要做的这些module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 我们是从 我们把第一个draft的document 已经是check in到github 然后我们现在是从github check out出来 放在hackmd里面 那这个hackmd 大家就共笔 share editing这个档案 那到一个阶段之后呢 我们就会sync回去 check in进去 那也就是说我们版本的release 那每一个module 我在想我们不会频繁的去update这个dhub 我想第一个first draft 我们都review过了 然后我们就有 我们可能会这 会有版本control在dhub maybe我们第一个版本 check in进去什么0.1 verge 0.1 这样子 那一直到我的chip tap out了 tap out 那这个spec肯定要final 那就正式进入到1.0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来 做一些版本的控制 ok 那check in到github 就统一 统一由这个bredu lab 这个account 来check in 而不是大家各自去sync进去 我们就大家就完了 然后统一 从这个account check in进去 所以这个我们大概这样子规划 好 那下面 我们在过去一个多月 在work on这个carval的fpj的整个implementation 那这个是基于carvalsoc的vallo的simulation 的testbench 这个整个环境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pssync 这就是 其实就是你的testbench 这我大概截录了一下我们的testbench 我就拿这个countertestbench来讲 那在testbench里面你有check bit 那这check bit是什么 是check这个gpio pin 就是这里面在跑的时候 里面的一些state 会从这个userproject的iopin出来 所以你跟testbench communicate的时候 他就check check这个nprj的这些pin的state 来知道你跑的是不是正确 好 那像这种call呢 就会变成你去用xi lite去读这些词 对不对 那么 那你再来就是 你会control你的carval的reset 你会control它的reset 好那这个reset就会用一些gpio 这个好像我们从开始没有定义这个pin 那看似要放在哪里 maybe要可以放在这个module里面 所以你这个reset呢 一开始是reset 然后过了一阵时间reset才release 这样子 然后那你的testbench里面有curable 那其实就这一部分 你有一个SPI flash 就是SPI flash就是这一部分 那我们现在的testbench里面没有 就在PGA implementation里面没有UR 因为在我们前面的一些例子里面 没有用到UR 所以我这边没放进去 那在未来有需要的话 我们就会需要在这里面 inplement一个UR 那这个UR当然就是host side host side的UR 那跟这边interface 那这个我们未来再来说 所以这就是carver FPGA的block diagram 那下面我 请那个Kevin 下面大概整个carver FPGA要go public 我想请Kevin这边 勾诉一下好 哎 Kevin 好我这边 哎我没声音了 哎哈啰 我这边分享一下萤幕好了 好好你要跟分享好可以 好 嗯 嗯 对 嗯 有看到画面 那就是 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说 第一个大概就是会 会在我们在 Google OpenSeekCon的 那个Slack发表的时候 我们会Ready说 我们在把我们目前 在PGA上面验证版本的那些 Careful的SoC的Source 放在我们的Github上面 然后也会有我们目前 就是说我们Lab里面有三个 用HLS做的那个Module 也会把一些Source 跟一些操作的步骤 也把它放上Github 然后我们刚才上一张图 就是老师在介绍右手边的 那些TestBench的Code 我们会把它改写成在 那个JubitPython 就是那个Pink板子上面 可以跑JubitPython的Python的Code 我们会改写成那种TestBench 然后这就是在后端用CPU来跑的 然后也会提供一些TiCode档案 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可能要 Build the FTGA Stream 那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个Template 他把他的User的Design放进去之后 他就跑我们的Script去Build 他的FTGA Stream 然后可能改写 稍微改写 我们给他一个范例 他就改写这个PythonCode在host端 然后他就可以整个东西在 那个Pink板上面去跑起来做一些验证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 在那个APGA之前的一个阶段 我们会提供另外一个版本的一个 另外一个验证的版本 就是说他可以在我们的一般的Server上面去跑 他那个Careful SoC的Simulation 不过这个Simulation 我们目前目前实验的是用iValog 我们有一个版本已经把它改成 Nineens的XSIM 就是用NineensXSIM的Simulator去跑 这个目的是说我们要在这个阶段 大家确定说 他的东西是For Nineens Simulation OK的 之后我们才去做到后面的 后面第二个阶段 就是For Nineens的FPGA的SIM 这样对 那像这个XSIM的版本 我们其实现在有放在GitHub上面 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玩一下 就是说他是GitHub上面名称是Careful SoC 然后底线FPGA 在我们的GitHub上面可以找到 然后整个这个FPGAView流程 大概就是说我们也会给一个手册 他参考这个手册 那他可能会先安装一些 FITIS的Tool 那这个是For Nineens 就是FPGA-SIM要用的 那这是他刚才提到的一些 Map5跟EA-Squid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可能我们会也会提供一些 这些一些Video档 因为我们有些步骤 是必须要去在那个Vivado的Tool里面去做那个 FPGA的Walk Design 那个是在Tool上面的GUI做操作的 那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有提供一个录影档 然后他也可以去加一些客制化的设计 那最后就是说我们 我们之前提到这三个Lab 可能就是接下来我们大概就是大家会分工 然后看哪些同学提供 我们会把它再整一下 也提供一些文件给他们 那最后就是可能会有一个 In-Tool的LA-K4-Debugging 我这边加一达到这里 对 其实主要我们知道我们RUN Velo Simulation 可以抓里面的信号来看 那一旦你变成Design 放在APJ里面 那你唯一能看的就是 那个TOP 那TOP里面的一些信号 可以拉到ILA来看 那所以他能够Observability 但就限制受限很大 OK 那我们再回来一下 好的 好 所以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面 有一些剩下的TOP点事情 请大家报告 我想先从卷子这里好了 我们Debugging的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 好的 好 那我这边分享先关掉 嗯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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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可以 可以 就好像這三句 學到很多 然後要 我以前沒有任何 只有 上課的時候學 這個聲音好像 段段續續的 聲音段段續續的 腦筋 有很大的問題 等一下 麥克風 好 頂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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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來 開燈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还在吗 喂喂喂 有听到吗 现在有听到 好 OK 那我就赶快开始今天的debug 那因为我一开始没有 我没有什么硬体设计的经验 就是IC设计的经验 然后这边简单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想参加这个活动 那我过去三年是在做这个 这不是我 这是我们妈的 然后这是我们都有一个产品 是这个呼吸侦测器 那这个这是一个蓝牙的设备 然后里面有一个气体的sensor 所以呢 整个flow就从sensor 读到资料蓝牙传回手机app 那手机app要传回云端 然后要分析数值 所以就是大概这一整段都做了 然后包括客服产品开发 所以就是我全部都做到这些 所以蛮好玩的经验 在此之前我没有任何硬体的经验 然后加入这个project以后再开始做这个东西 就是白天的工作 然后因为就是我很喜欢做一些社团的东西 然后我就打电脑打很多 那手就开始痛了 所以就开始研究分离式键盘 然后这是我从头做的 包括电路板 然后用一些很低阶的8bit的 32bit的那个mcu做起来的分离式键盘 那其实就是都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 然后所以才会 我就看到有一条路线 大家是说开始做了PCB设计以后 电路设计可能会对IC设计有兴趣 所以才这样一路掉下来 然后上次老师有提到说 这个为什么选择课程 就因为接触了一些mcu以后 就以前只做软体 其实会发现受限 有很多限制的地方 那其实都看一些硬体 有不同的做法 你会更有弹性 然后所以也希望大家等一下 这个听有任何 我讲的可以补充或错误的地方 就麻烦在那个留言区告诉我 谢谢大家 然后这次要说的是这个 这关于debug部分 那我们从那个Carable SoC的testbench 就是一个叫做 Round debug的时候要换成应该说这个 在simulation的时候可以跑catch的版本 那在Round debug的时候跑没有catch的版本 然后我底下说明一下我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 怎么找这个问题 那当然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先去diff两个.v档 那我会发现里面就很多这个 iBus Simple Plugin跟iBus Patch Plugin 大概的差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再加上说前一次 ok 现在2023年的是 大家有遇到问题就是问TayGPT 然后他就给了一个漏漏灯的答案 那其实不能说 后来我发现我一开始觉得他写错了 后来我发现他不能他没有全错 但是但是也没有给什么正确的方向 好那在前几次的时候 大家在我听那个同学们在分享的时候呢 那个有讲到说那verilog里面 数字的编码很怪 把那16进位的地址用10进位编码 那时候我就在猜测 就是他可能是用某个东西转的 所以我就我就想知道那个risk5 这个档案他到底怎么生成的 怎么长出来的 那看起来他就是生成的 后来果然就是像刚刚slag里面 也有同学提到他在这个bhub里面 有他这个生成的方式 那后来就找到这个地方 但是我可能那时候找到这边已经很高兴了 但是的确是高兴得太早了 这边其实他是careable management 的core的生成 先讲一下他不是这个risk5 他只是说他现在用的cpu type是这个risk5 那他之前的版本我翻了一下 他之前几个batch他有用不同的risk5的 的implementation 然后再来是他会有就是前面也是全面学长介绍的 就是其实其实我大概每次听只有理解一半吧 然后他就抓一个感觉 好这边他就说到那个就会看到那个debug其实跟ur接在一起的 所以之前的图上面那个ur是直接往外冲 就是可以到外面就接到 其实在debug的时候发挥很大的用途 那这边有一个好OK 那我们在手册上面呢就会看到说他说debug 他的ur的bow rate是9600 但是你知道这一行做久了就会知道你千万不要伤心手册上面写的东西 就是当你直接看这个configuration file的时候 是一个python档他上面就直接写了bow rate是15200 那把它当ur用的时候他的确是9600 那所以他有两种速度 我不太清楚这是常见的规格还是什么吗 这个因为一般用mcu的时候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好那再来就是他在这个 这个一样是carefulsoc这个档案里面呢 他就把他就是用很多plugin submodule的方式把它接起来 所以可以做得很动快 你也可以这是你可以不要去有这个ur 像刚刚刚提到的设计里面 不要有ur就可以把这个去掉 这样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 是蛮方便的 好那可是 这个我的问题还是没有找到 就是我在那个 但是我在这个repositor里面找到这三个档 多了一个lightdebug 好所以就回去找这个lightx这个东西 然后原来它是一个 它有一个这样的流程 它有你可以用python写这个soc的definition 写了以后呢你可以把它view成 没有包括definition 还有这个vendor的这些设计好的韩式库 那你可以把它一起产生成HDL 然后接下来呢它又到下一层可以继续做view的动作 然后最后变成bitstream 那也稍微看了一下这个 它的这个流程 那也是类似这样子 但是每一个好像每一家公司它用的环节这个流程都不太一样 好所以在这个lightx里面呢 其实里面它它有它可以view很多个risk5晶片 那其中一个它终于找到了 它讲它在view这个risk5 这个它的configuration file就在这个位置 好那它也提供了一个它的debug架构 它是透过最正中间这个urbridge这边 嗯我的滑鼠应该看不到我的滑鼠 好这边有一个enjoydigit 这个就是后面的它的community 后面的公司它做这个lightx这里 那如果在那个digital底下那边有一个commonur跟urbridge 那这个debug就是走这一条路线出来的 好的 那至于说它debug怎么做到的就是我也很好奇这件事情 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可以在晶片上面加中断点 或者是怎么样子 那当然JTAG一些特殊的东西 但第一次看到里面是怎么做的 就因为如果是软体是比较简单的差一大堆中断 那停下来 然后原来是这样子它在它接了很多线 从那个bus 后来查才知道那个 就是这是bus上面的线嘛 它有instruction跟data的部分 它都去拉这些资料出来 然后把这些资料拉出来后 就可以供下一步debug使用 好 现在就到了arisk5里面 好 所以到底这个刚刚讲到debug两个 一个是有catch跟没有catch的差别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没有catch的版本 它是用的是这个instruction bus simple的plugin 跟databuzz simple的plugin 那有这个catch的版本 它就是用的是这个databuzz catch plugin 还有instruction bus catch plugin 这两个 那两个我稍微看了一下configuration 它其实是相当的不一样 就是应该说它的设计上 但是细节我不太清楚 那实际上是怎么样做到的 但是如果说 后来我就写了一个python script 就是把我们在carefulsoc里面 那两个reads file的 就是有catch跟没有catch的版本里面 把所有的plugin都列出来以后 我发现其实主要的差异就是 在instruction bus上面 一个是simple 一个是catch的 嗯 那databuzz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的configuration是这样子 好 那先记得这个有catch的版本 就是instruction bus是catch的 好就可以接到下面这个神奇的工具 gdbwave就是之前kevin打通的这个工具 非常神奇的一个工具 它的架构非常的好玩 就是因为我们做完那个simulation之后 这是我第一次做到这个 这种post simulation的debug 就是原来可以全部东西都跑完 以前之前做那个system profiling的时候 会做到 但是这个是又蛮特别的 先跑完simulation以后呢 把simulation结果存起来 然后把它host成一个gdb server 后面呢再用一个gdb去连进去 去做debug的动作 可以去观察整个执行 那这是它的这个图 它其实它这篇文章 那个老师好像前几天有分享过 它有两张图 一个是比较复杂的 这是它简化的版本 它用了一个耶诞节就做出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这里 ok 好 那我这边 我时间demo一下吗 demo一下 要快 对 这个是 好 太太多dscode了 好 大家有看到画面吗 嗯 就是下面这个画面是就是它现在在做simulation 然后会把simulation的结果呢 存成这个VCD档 哦对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之前 有提到那个logic analyzer 需要做一个压缩的动作 嗯 所以这里有给一些答案 就是它这个VCD档 它就是存结果嘛 但是它的是 答案很大的 那在gdb wave这个作者 他有提到说用一个叫FST的方式 就是先去做压缩 会在invert的时候 它是存那个invert的时间点 所以就先节省很多讯号 然后后面再做压缩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它这个原算法 对对对好像在open source圈 有一些人在用 他虽然没有说很标准的standard 但是有几个library可以使用 ok 然后再来现在这个simulator已经跑完了 然后最底下是这个gdb server 它已经在porn3333已经启动了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到这个我们来把 我们应该说底下是gdb wave已经跑起来了 一个假的server 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就可以进到gdb 好它现在上下就连起来了 那我 习惯用这个有故意的方式 就可以做一些动作 然后我们把中断点射到main去 那现在我们就跑到main了 所以看到底下呢 底下它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 但我发现它那个register的资讯 我没有办法正确显示 所以可能要再找找看原因 然后其他要下中断点 就感觉上就是跟真的一样 关键一样 但是它其实已经结束了 然后中断点也都可以做 那原作者有说它遇到的问题是包括它只能够step in 它没有办法step 正常的step就是跳过一个function 一次跑完一个function 它遇到function就会掉进去 这个它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它有些细节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 这个目前在我们的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为什么 就是解决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编译器里面 有听过一些参数 或者是我们例子的关系 就是我测过它讲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是没有发生的 OK 太好了 然后我 刚刚我遇到的问题就是那个register 它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那边文章里面就有讲到说 simulation的时候 把可以把register 甚至整个memory 把有写过的memory把它补充起来 就可以做得到整个模拟的效果 但我自己还没试出来 好的 请问杰斯你讲完了吗 快了 你可以先说 请问 我比较不礼貌一点 请说 请问你的先人是 常常 警教派到唐朝的传教士吗 啊 我说杀这个性子 我说杀 而且加上警 警教就后来的尼教啊 不知道耶 我没有在排这个 哦 嗯 那爷爷是河南来的 嗯 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整个流程 啊 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流程很不错 然后 嗯 没想到可以这样子用 然后还有学到那个用 一开始这个read fst web phone file 其实对我们的project 也是相当有帮助的东西 对 对 然后再来 所以 哦 这个是它的limitation 然后就是 在这一次我把那个 终于把它在那个 macOS上面的环境 其实绕路绕了很久 就是 终于就 其实这样短短的就可以把整个carable soc 它要的tort chain 就这样build 起来 所以我就可以在local跑了 哦 想 嗯 ok 然后 这个是 上次有人讲到debug的时候 我也才想到说 他到底GDP remote是怎么做的 原来他是用很多package 他有一些command 所以你只要互相 就像这样子 譬如说这是一个step指令 嗯 一样就是下很多 嗯 这个client server的这样子 就去沟通 就可以做到一步一步去 呃 去debug的效果 这个之前也是没有探索过 因为 如果平常开发的话 这些一般软体的工具都 把整合起来了 就看不太到 不会想到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蛮有趣的今天 好 以上 这个最后一章 嗯 你最后这个是用 UR的debug 对不对 这个是 这个是 GDP 哦哦 对对对 Demo的这个 对对对 从host的UR到 cargo里面 有一个UR的module 嗯 然后UR module 又到 Risk5里面的 那个debug plugin 对 然后 从debug plugin 在控制 控制 控制那个里面 Risk5 CPU的pipeline 呃 他其实 那个 后来 GDP wave 那个作者那一篇写的是 他就是从那个 instruction data bus 上面 直接拉资料出来 所以呢 在那个 在 在CPU那边就不用多做额外的事情 他直接就在那边把资料log起来了 他只做log 他只做log 还是他会主动发 wishbound的bub cycle 似乎没有 他说他用最简单的做法 然后这就 移动的 只是monitor 对对对对 OK 对 然后这就解释到了说 那个他有提到说 那个 所以那个instruction set 他只能用什么 一个cycle 还是什么东西 所以 所以呢 最后结果 如果用GDP wave的话 就是用那个 假的GDP server 这样跑起来的话 那个simple plug-in 会动 那catch plug-in 就不会动 因为catch plug-in 他的 好像cycle 长度是有一点不一样 嗯 嗯 OK 好 还有没有大家其他的疑问 好的 然后这一次这也是第一次用那个hackermenti的slide 因为上次也是看其他同学用这个做 然后想说 这个这个怎么做啊 能不能很快讲一下 这个 Hackermenti 怎么做slide 这个蛮不错的 我看看 他做的很漂亮的 对他 我觉得因为我们要贴很多code 我也就是想到说 因为要贴很多code 这样比较方便 好 好 他其实 我把两边开起来 他其实 每一个slide就是用三个简号去分割开来 好 他还可以 他有一个那个叫做section的概念 你看到我这边一个section就是一条一个column一个section 所以其实我整个主轴看到最上面的话就是我整个要讲的topic就是从最顶端的carefulsoc到managementsoc到lightx怎么generate后面的risk5然后最后gdbweb所以它有一个2d的感觉它是不同的section 然后再来我觉得它很好的地方是这个产生这个程式码的地方 那程式码的这个 程式码这个图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图吗 这个图吗 这个图 那个折线图 那个折线图是那个 贴图吗 lightx的图 贴图吗 贴图吗 贴图他们换 但是我把皮色换掉 好 然后在程式码的地方就是一般markdown的语法 但是他可以highlight 他蛮好的地方是他可以highlight 就是说第五行要亮起来 我找一个程式码 嗯 就是说第五行要亮起来 我在那个旁边的markdown 我这边只要pike5 他就会把第五行highlight起来 就比较容易解释 然后我觉得之后这个要查看也不方便 嗯 嗯 OK 哦 好的 好 不知道 好 谢谢 好 谢谢 拜拜 好 下面我们看那个storage 呃 是哪一位KEM 是不晓得中文 是不是 好的 呃 所以下面storage interface 可以在这边ready吗 可以可以讲吗 可以 我这边可以 哎 他们听不到声音 听到声音 哦他ok 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哦哦 好 哦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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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没有 没听到这一天 嗯 所以KM你的麥克風 我沒有聲音哦 這位有點問題哈 好 那我們先下一位看 Power Control Klamp這部分是 你可以講嗎 可以啊 好 那我切一下螢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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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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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Modport的logo這些 你可以放你的簽名檔 簽名檔進去之類的 對 所以大概是這一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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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大家都會偷偷塞 Moto進去 Logo進去 我就隨便你啊 你看 你就挺累奧的嗎 你累一個你喜歡的圖樣啊 或者什麼美日格言之類的 哈哈哈哈 所以有人要把那個袋 把那個package打開來看裡面的袋會看到 對呀對呀 就是 就是 要記得放在TOMETAL 會看不到 哈哈哈哈 對 最上面那一層 對 OK 好 那我們這次講到 開始講POW的部分 然後那個POW整個POW的話 Total有18K 跟PIN 然後 這個 我們在用的有八根 然後分配給User有十根 所以他User還蠻多的 然後在這裡面又分Digital跟Analog 然後有又再分3.3跟1.8 那3.3主要都是給IO 就在用的 然後 那個User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內部有Analog block 你也可以拉 他有準備那個3.3的Pay給你用 OK 那Sale的話全部都1.8 不管你是User 或是因為 因為他這個是那個.13的製程嘛 所以他的Sale都是11.8的Cold Power OK 所以 這邊的整個Design其實還 就POW的觀點啊 還蠻簡單的 因為他的POW RATE POW RATE就只有兩種 3.3跟1.8V 對 所以我在看這個Design 我沒有看到什麼 LevelShift 目前是沒看到了 對 對 因為IO出來 他就接Cold的部分 他本來就會自動幫你轉成1.8V了 所以你不需要在 其他地方再放那個 LevelShift 對 對 不過有ISO 等一下會 ISOLATIONSale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不好意思 有一個問題想請問一下 是 就是1.8V跟3.3V 到最後在PCB板上需要供D嗎 嗯 他有一些 他 他這邊 那個Cover SoC裡面有一個範例的圖 然後 你會看到他其實 他其實在Package上面 有些光就已經接來一塊了 所以你其實不需要 一定要分開來 當然理論上分開會比較好 可是前提是subtrade就已經分開 如果他的subtrade其實就已經接來一塊 你在板子上PCB也不需要幫他分開來 了解 謝謝 對 就是有時候看那個chip的subtrade的design Patrick其實要有一個問題 是 是 請問一下他的PowerPad已經決定用幾個了嗎 所以都固定了 所以你不能動 已經固定了 對對對 就是他的PowerRing 他這個 我等一下再show 因為現在這個 OK 那這邊只是幫大家整理 就是他用每一種 他用的PackType 然後用的幾個等等 那 這個比較特別是 他是 因為這幾個PowerPad 他其實PowerRing 都用About的方式 把他並接 就是並接貼起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圖好了 就是類似這樣子 假設這是一個Pack 這是另外一個Pack 然後他是左右拼起來 拼起來的 我好像還有一個圖 我好像 類似像這樣 就是隨便找個範例了 就是 假設這是一個PowerPack 這是另外一個PowerPack 然後他們本來就有一些 比如說共用的PowerGround 他們是可以左右併起來 然後就自然就倒通了 所以你不用特別去拉線 把它們結起來 OK 好 所以就是 這個等一下會講 所以就是 他用到PowerPack 這些 那這些都是有ESD Clamp 所以他這邊有 有著名 就是他的ESD 那個放電的 File 就是都是 built在這個Pack的裡面 OK 那User的Pack 我這次沒有特別看 那User的Pack Support應該也會有ESD的Potation 在那個他的Io的Sale裡面 OK 那另外當然會有四個CornerPack CornerPack 那CornerPack的話就是 上面兩個下面兩個 OK 那其中兩個就是給Harness 就是Management Call 那另外兩個是給User用的 所以他整個Pack的規劃 PowerPack方面的 大概是這樣子 通了18個Instance OK 就是我們剛剛這邊講的18個 每一個訊號 就對應到一個PowerPack OK 有些有的Ground 有些是Power 有些是Ground 這樣子 然後這兩個Pack呢 特別拿出來講 是因為他的Power是直接拉進去去Core 他並沒有經過PowerPack OK 所以這是比較特別的PowerPack 那像這些 這個你怎麼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他直接拉進去 沒有拿到PowerPack 因為你去查那個 就是我們最開始講那個什麼 Use那個PowerPack裡面 然後你會去看他那個 他沒有接到別的地方去 你看Netlist應該不會有 你去看什麼 是有搭訓門嗎 還是Design Show是有 沒有就直接去看RTL RTL會秀出這個Pack 直接進到Core 一般我們的Design 都不會秀Power的Connection 一般是這樣講 沒有錯 因為 以現在的Design Flow 我現在 其實這是我的結論 我的結論是說 因為一般的 目前做做LowPowerDesign 都會用UPF 的Flow 就是他會 對 然後UPF他會去跟你講 我這個Block 是哪個PowerDomain 然後他有哪些PowerState 等等等等 這樣才可以Simulate 對 對對對 然後Use 對對對 然後Use 不需要去管Pow 相關的東西 那那個Tool Synthesizer Tool 會自動幫你插 插入這些什麼 類似我們 對 我們我們這種 If Define 然後就會有很多PowerPink 跑出來 對 Use不用去管這個東西 對 那這個 目前Corever的話 他看起來他是沒有 因為我去找整個Database 我沒有找到UPF 對 副檔名是 我是用副檔名點UPF 對 那我猜他應該不會換別的名字 Anyway我找不到 那 所以我猜他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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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 當你的LowPower是簡單到一個程度 其實也真的不需要 花那麼貴的錢去買 因為這個 那個 應該都 我記得都是很貴很貴的 那 那如果你的Design是夠簡單 像 譬如我們講結論好 他這個Power 他這個整個chip 其實就只有三個PowerDomain 對 然後ManagementCore就是 你可以想到他 他就是AODomain 就是 永遠最早起來 那這兩個PowerDomain是 就Use的部分 他又切成兩個 他就 你也可以把它秀在一塊 你要 整個當一個也可以 那他的Power呢 是由 外部 就ManagementCore這邊會跟PIN 拉出來 到外面 那外面有一個PowerMOS 在 在決定 電量要不要送進來 那他內部 chip內部是沒有PowerMOS的 OK OK 那他的POW是 他POW的開關是從來外面 靠板子 靠板子 然後這邊只是ManagementCore 只是出一根PIN去決定 要不要開關 那個 外部的PowerMOS 那PowerMOS 再送電進來 對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 如果你不可以POW的話 你也可以 就是 反正大家一起給電 你連PowerMOS都省了 那你要做到極致的話 的話 他是允許你兩個 你可以裡面再切兩個 切兩個 因為他的PowerDom 這邊是切開來的 這邊是切開 然後這邊也是切開 然後這邊也是切開 你講的是兩個User嗎 對對對 兩個User的 所以User裡面有兩個PowerRings 對對對 因為這也是一段 左下是一段 左下是 右下是一段 然後 右上是一段 那Management Management 的部分 他自己一段 對 嗯哼 而且 講完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個是 這是Document 講說他是 對 是Document的 Document 請問AO是什麼 Always On Always On 的縮寫 了解 我們一般 這種LowPower 一定會有一個部分 叫 AO 就像你家電視機 你家電視機 那個遙控器 接收遙控器訊號的 他就是AO 那個面板 你遙控器按下去 那個面板才會Turn On 對啊 所以總要 總要有一個電路 是Always On 他在那邊等著Sony的 那個遙控器訊號 那一塊就是AO 那像 像手機啊什麼這種 一定 For LowPowerDesign 一定會有一塊 就是從我們就通證他是 從POW的觀點 他 各家SoC都有很多不一樣的名稱 不過以POW的觀點 就是那一塊 就叫做AO AO Domain 對 有些叫什麼 System Control 還是 System Management 還是什麼 TMU 哇那個名字好多 不過其實都做一樣的事 他就是要在系統整個最全部都關關光光的時候 你還要有一塊是最Minima 是還能夠有Response 然後負責WakeUp 把其他人叫起來這樣子 那個關於User 他分兩個Power Ring 嗯 我猜是要讓User有機會讓他們自己去Try 一些LowPower的Flow吧 對 所以你可能上下兩個Power Region 對不對 對對對你可以自己接 對 兩個Power Region 對 然後他有 板子上面有兩組Regulator嗎 這兩個可以Separate Control 對 他目前是只有一根PIN出來了 以這個例子他只有一根出來 所以看起來只能一起切 那我是覺得應該 呃 不過這個DCCD1 DCCD2 D1 D2 就分別都有自己的1.8x3 你這上面是用Jumper嗎 還是有那個PowerMoth 沒有他這個範例都是Jumper 然後你可以自己做的很Fancy 那板子上面 你知道板子上現在是什麼樣 他們就寄過來的板子 上面這些Power有讓你Separate Control嗎 不知道我還沒看到它的線路圖 對 他還沒看到那麼 沒有看到那麼仔細 對 對 那像這個 他這個例子是5V去轉1.8x3.3 那反正這個是板子的Ball Level的Design 那就是隨便你想想怎麼幹 對 不過這邊的確是一個Limitation 那目前好像也只有一根PIN 所以可能也不能 他只有一個PIN 對不能分開更久 是Management Core的Power嗎 對對對 OK 所以就是剛剛講 Management Core就必須Always On 對 這一塊就是AO 對 左半邊 這一塊就是AO 對 因為他是直接給 他是不受控的 對 OK OK 然後這兩個就是 就是 這是由這個GPIO來Enable它的Power 對 那下面這一團 那個 那個只是說如果你不想受控 你想要自己另外給 那他就做一個Jump在這裡 看你是要由自己控還是由外部 你其他的儀器直接另外給電都可以 嗯 這個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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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Project Area 那些IoPad都吃什麼Power 呃 就是3. 就是有一個3.3 有一個這個3.3 有一個這個3.3 對 就這個紫色這個 就這個橘黃色的部分 最外圈這一個了 哦 這個是這全部連在一塊 所以 這38跟那個UserIo的Power 一直都有 嗯 嗯 對 嗯 OK 那因為這個 這38個UserIo 它有自己的那個 Serial Register 嘛 它可以切成 它可以切成 由 Management of State Control 所以 就算在那邊關電 那個 它也不會露進掉 對 嗯 嗯 可是Io 全部都是由它控的 有Ao Ao Domain Control 那內部的User 是被 完全是被Protect 組了 嗯 好 好 那反正大部分的Power 都是從Conner 送進那個系統的 OK 那這邊只是講他們那個 About 有哪些訊號是About這塊的 OK OK 那User部分一樣是從這個 這個Conner這邊送進去 OK OK 那Management部分是這樣子 好 好 那 那這邊 嗯 我們直接看圖好了 比較快 嗯 那所以 Protect有1 2 3 4 5 6個Pow Rail 那這個可以不用看 因為這是User的Analog Pow 我們如果沒有要Try 如果你們裡面沒有Analog Prot的話 這個就可以不用管它 OK 那不過它的 它這邊的範例是都有送到這些 這些Module 對 那我這邊的例子的話 紅色的話就是有DualPow Rail 就是這個Block它是吃兩個Pow 像這個Pow on Reset 它有吃IO 然後也有吃CallPow 再決定送 什麼時候送出Reset 給你的Call 它像這個 這個是什麼 有點忘記 Reset 還是什麼 有點忘記這是什麼Block 它也是吃兩個Pow OK 那像這個 等一下我們會講這個 那這個是Protect 就是做Isolation的部分 那Isolation它 就是會吃三個Pow 因為User的邏輯 有些是從VCD1 VCD圖來了 對 那它要避免這些UserLogic 送回去給ManagementCode 尋號Floatting 所以它一定會看這個尋號 這個也是 OK 好 所以 從這個圖就很清楚可以知道 ManagementCode 大部分就是這個綠色的部分 綠色1.8 綠色1.8 那 大部分都是吃這個VCD過來的 那User的部分就是 我指這兩個 VCD1跟VCD2 這User的部分 所以你也可以分開控制的 就是你這是兩個獨立的Pow Domain 所以如果你要切成兩話 那這邊就是在 把中間把它切斷 你只有兩個Pow Domain 在User Area 對 把這個切成兩半 切成兩半 OK 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上面 Io還有MagingPow 全部都是Io 都 always都可以 都是在control中 都是有電的 對 OK 所以這個是 那個GPiO control 是指那個User Project 寫Io嗎 這GPiO是指的是 呃就是 我記得有一個特別的Pin 就是不在那個 對它有一個單獨的一個GPiO Pin 對對對 就那一個Pin OK 那個GPiO 那GPiO是控制外面User的Power嗎 對 就是這樣 對 對 那你這邊GPiO出來 controlUser的 對 這邊的Power 所以 對呀 這邊是怪怪的 因為它只有一根Pin 所以它也沒辦法 分開control 呵呵呵呵 所以剛剛那個圖 GPiO 吃兩個Power 吃 Management那邊的Power 也吃User這邊的Power 你剛才那個圖 對 對 對 吃兩個Power 嗯 呃 GPiO Lite應該主要是 吃這個啦 跟 跟VDDIO 就這樣而已 嗯 它吃這上面這兩個 兩個Power 反正所有的IO都吃這一個 3.35 對 那 所有的Sale都是 反正所有Sale啦 那個CallLogic Logic的部分都是11.8 嗯 嗯 好 反正就是討論LogPow一定會 有這個圖就很清楚 嗯 那你這個圖是怎麼來的 啊 就去畫啦 對啊 就去reverse 手工畫 哈哈哈 可是你手工畫的 然後裡面內容是你去 trace 那個RT而扣是啊 對 對 對 哇賽 所以它official沒有這樣的Document喔 沒有欸 我目前沒看到 也許有吧 我知道 哇 OK 那因為以前做Design 我們也會畫這樣的圖啊 因為這樣比較清楚 是 然後你在review的時候 比較不會漏掉 對啊 對啊 困難是你這是reverse出來的 這是不少 還好這個Design不複雜還好 對啊 OK OK 那做整個chip integration 對Power 對Clock 是要非常清楚的 是啊 對 做chip integration的話 這樣 麻煩的就是在過去 這種東西沒辦法simulate 尤其你有chip有Power Domain 然後Power起來的Power Sequence 還有很多信號跨過Power Domain 是 有些Power Off都要會有Leakage 那這在過去 你剛說UPF是吧 對對 UPF 在沒有UPF之前那真的是 要做TOP的 是要非常非常細心的 是啊 是啊 才可能做得了 那現在有UPF就可以simulate 一般Power是不能simulate的 對啊其實 其實那個 Low Power有本Bible 就是那個Snazis 什麼 Low Power Design 有一本那個書 其實看那個書 就會知道以前 他們那些也是 那些Rule也是慢慢 反正最一開始大家都一樣 其實有時候靠 simulation 然後手工去加這些東西 他們慢慢發現 噢這些有些Rule是可以 是common的 可以把它整理出來 就選工具了嗎 對 才出來變成有UPF這些Rule 對 那其實看這個Design 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做的事情就是一樣 就是說 有Tool的話 會幫你檢查更仔細 對 那像 像目前有些Chip 更Advanced的是 它會做DVFS 就是我的 我除了調頻率 為了 為了 降頻可以省電 就是為了Low Power 我可以調頻率 甚至連Copal都會調 那Copal都會調 對 就DVFS 那你調電壓的話 那你甚至會有 一種現象是 有時候一邊高 那有時候是變成另外一邊高 它不是Always High to Low 或Always Low to High 那有時候甚至是 反正那個就會非常複雜 那那種情況 你就一定非常需要DVFS 進來Check 對 就是你那些Level Shifter 到底有沒有用對 能不能 Torrent這些 在DVFS下的 的情況 對 那個 非常容易出錯了 對 那還好我們這個 目前Cover 這個 這個 就這樣而已 那User 你如果沒有 你兩個之間 你如果沒有Chair的話 那你就只有左右的關係 那左右 因為都是同 都是11.8 所以今天你也沒有Level Shifter 的問題 只有愛關電的 Floating Isolation的問題 需要解決 所以問題還算單純了 對 嗯 對 剛剛講的DVFS 就是Dynamic 去Change 那個Voltage 跟Frequency 因為當你Voltage 降低 Frequency 要降低 對 對 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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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Based on 你的Workload 最早也是Intel 弄出來的 對 對 CPU 對 它是CPU 它是Dynamic 裡面可能有FMW在控制 是 對 一開始整個chip 要做Calibration 知道多少電壓 可以跑多少頻率 這樣子 然後建一個table 是啊 對 當然AO AO Plus 自己不能DVFS 呵呵呵 呵呵 所以一般那個 可能 那一個就是小塊area 是 對 千萬不能把自己搞死 呵呵 這都是蠻 advanced design techniques 是啊 對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 可能只有Patrick能夠講 哈哈 沒有啦 直接做系統的 這個 所以對這些 非常非常清楚 嗯 好 然後這邊就是 跟大家介紹它的isolation 怎麼做 那其實就是 這個重點就是 就是一個 NunGate而已 對 那 那NunGate的話 我看不出來它有沒有 有沒有 有什麼需要用特定的 什麼 我覺得應該一般的sale也可以 那 就扣 扣垃圾 對 那唯一比較特別就是它有一個這個tie sale 那這個tie sale 那這個tie sale呢 它吃的是 user user area 的power 就是VCD1 嗯 就是user area power 所以這個power 沒有的時候 呃 你這邊就是0嗎 這個需要就0 所以這整路就會就是關掉 嗯 所以你 你其他從user 譬如這個例子是以IRQ 就是user area 如果你要送IRQ給 給系統 這個是 對CPU來講一定是input 對management call的部分 就一定是input的 所以 你的call power 你的user area的power沒有的話 他就 就是這個 這一路就整個關掉 就你在那邊floating 我也不care 反正你 我這邊是0嗎 那我這邊是0 那我這邊是0 你這邊 不管0或1 都都是1 因為這個是一個non-gate 那non-gate 它再 呃 再轉 再反一次 就是 就是你的訊號 嗯 反正重點就是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non-gate 對 一個end的動作 把 你不要 你可能會floating的訊號 把它 Gay掉 把它isolate掉 嗯 嗯 那所以唯一 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 它有用到這個 一個這種特別的sale 可能請大家去看 看電路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sale type 很長 我懶得大了 嗯 對 就是它比較special的電路在這邊 對 最左邊 對 你說這個sale 是特殊的sale 對 對 它就是一邊接paw 一邊接ground 然後就一根pin出來 哦 對 OK 好 那這個是另外這個訊號是 就是一般的functional 就是你要不要enable user的訊號進到你的cpu 對 這個請是可以不用管 對 就是一般的functional的啦 對 這個 反正經過這個end gate 然後 就送進去你的真正的matchement code 就是cpu的部分 所以它就是透過這個東西 中間這個呢 可以做 呃 做到我們要的這個isolation的function OK 是 好 那這個就剛剛大家有修過的部分 對 就是 呃 從這個圖 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它是 它的powering是怎麼接 對 然後user的部分就是又 再切了兩端 對 嗯 然後 呃 我 沒關係 好了 反正它那個還有地方有一個圖啊 就是show它的subtrade怎麼接 啊 從那邊你可以看那個 我忘了放在這邊 就是 就是它有一個subtrade的design example 然後 那邊你可以知道說哪些power 它其實是在subtrade它又接到一塊 像有些ground 我看到它有些ground 在subtrade是接到一塊 所以其實 全部都接在一塊嗎 沒有沒有沒有 它它是有分 還是有分 對對對 對 嗯 OK 那這邊就是簡化 就是讓大家看 對 因為這個圖其實要看很久 你才知道喔 那邊有斷開來 就要斷開來 就要斷開來 OK 好 那結論就是 Toto有三個power domain 然後 主要power rate就3.3.1.8 然後 然後 有一些 為了layout check 所以它有一個top routing的那個directive 那個主要是為了layout check用的 然後 那些power rate就是從cornerpad來 好 那就是 透過barnum的方式 然後最後從cornerpad拉進chip 好 然後目前是沒有看到upf的 然後整個lowpower看起來就是手動 手工打造的lowpower 而且好像沒有去驗證它 沒有用upf來 對對對 然後 這個 其實我去看一下他user範例 然後有些訊號 呃 譬如你如果比較 呃 小心一點的話 你在做lowpower 就是你把那個 有 我們也把那個directive開起來的話 你應該會要去check說 呃 就是沒有電的時候 你應該要故意送floating過來 就是user的output 你應該要故意把它變成那個floating 那不過我看到他這邊的範例是沒有 對 他可能想說 不想弄那麼複雜吧 就如果你真的做lowpower simulation 就是雖然你沒有upf 你還是可以做一些簡單的 呃 呃 幫助你驗證 make sure你這個lowpower 如果沒有做錯 那像 像這種就是 你可以force你的output 變floating 對 當他是floating 當他是沒有電的時候 對 對 這個 這個 沒有upf 你就是手動做啦 是啊 是啊 你把一些信號 某一些源頭的信號 當他沒有電的時候 你就讓他float float過一個gate 就annone出來 對對 這樣你就可以 annone會 propagate 對 你就可以check annone會被gate掉 這樣才安靜 是啊 你可以這邊故意不給電 然後你這邊邏輯的話 故意送出floating 給management code 然後你就可以去check 這個你的這邊的isolation有沒有做對 嗯 有沒有是真的都有被你isolate掉 對 就 因爲其實很容易check 因爲如果沒有 沒有isolate掉 那些annone是會在simulation 是會 pop gate 對啊 對 對 沒有upf就是手動這樣子來驗 是啊 以前我也是就是這樣做 對啊 窮人版的low power design 對 對 對 然後 沒有講完 講完了 okok 很清楚 這個 這東西不容易去看 這個 這個 能夠把它check這麼清楚出來 不容易 好 謝謝謝謝patrick 不會 好謝謝大家 我們再回來看那個 那個storage interface KM這邊 那邊麥克風好了嗎 可以 請問聽有見嗎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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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好 等我一下 請問看到畫面嗎 可以啊 我剛剛把這個連結貼在聊天室 可以點那個連結直接看 那我今天介紹的是storage部分 總共分三個小部分 一個是sran 然後再過來是ran 第三個是flash 不過第一個部分sran 其實沒有什麼內容 我們先看第一張這個圖 就是它本來 它預設設計是這樣的 就是從core透過wishbone到housekeeping 然後再透過一個spi 可以去讀取一個sran 那 不過這個實際上在我們的core裡面是沒有接的 它直接就是這個沒有接到東西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幾乎完全 我沒有去深入研究 那我就直接從第二個部分開始 嗯 我先講一下我的背景是軟體 所以我會比較以軟體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那我首先會去看ran 它裡面是怎麼實作的 那實作的部分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 它實作的兩個module 那根本上 其實邏輯就是你看到的這樣子 應該沒有特別好解釋的 那他們兩個的差異在於說 它的address的長度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7個bit 一個是8個bit 但是他們裡面實際上都是1kbyte的ram 對但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 喔 OK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 它要設計兩個module 那總之它這裡是使用 它們兩個差別就只有差在這個位置的長度而已 嗯 然後在core裡面呢 它就是宣告兩個這樣子的 然後這個時候從軟體的角度 我就會想去看link script 就是從它裡面去 它大概是ram是怎麼樣分佈的 那從這個address的長度跟大小還有名稱 大概可以猜出來 這個dff跟dff2 就是分別是ram256跟128 然後接下來這個其實之前很多人都講過了 就是wishbone出來 然後它要選擇某一個staff去 這個address要maping到哪一個staff這樣 那總之就是會有某些address 這邊我就不太想說了 因為已經很多人介紹過了 會指到ram256跟ram128 然後接下來我就會做一點小實驗 那實驗code就是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我都有做一些刪減 實際上這個code是加在testbench裡面的一小部分 那因為從我的理解上來說 一個ab是local變數 cd是 ab是global變數 cd是local變數 那我會預期照linked script的理解 它ab應該會在stack的最底部 也就是從ab這兩個應該是在bss這個section 那它是定義到dff 它會定義到這個stack的底部 這個stack它就直接把它定義到這兩塊ram接起來的最底部 那我預期它 因為實際測試這段code 它沒有很多callstep 那基本上它應該在stack的最底部 這樣 然後ab這兩個就是global變數 那我剛剛可能有點講反了 那個ab這兩個才是 才是會編到bss這個section 那它應該就是直接到dff 也就是ram256這個部分 對 那我只是跑一個testbench 然後看一下wave去 去看看跟我理解一步一樣 那大概結果也是一樣的 那它編起來 從分位的角度 ab這兩個global變數就是在幾乎是最前面 然後cd這兩個就在0x這兩個edges 那幾乎是整個stack的最底部這樣 那從Hawai的角度來看就是 在ram256跟128的不同的edges這樣子 這是我的觀察 那這兩塊ram做什麼用啊 實際上好像沒有特別去分 去分這兩塊ram的使用有什麼限制 就給cpu用就是了對不對 都是點cpu的 兩個edges 會有可能作為 兩個ram 所以它應該作為stack memory是不是 剛才談到 提到 stack memory 從Hawai的角度來看 沒有stack這個東西 是從software的角度 對 對 但stack它還是要存 對 你有個function code function code 你還是要把 那些stack要存到memory去嘛 對不對 嗯 對 是不是就用這個128x256x的這兩個red 對 是的 它就直接指到兩塊是 基本上連在一起嘛 那就指到兩塊連續的底部去 就是這裡 這兩塊是 這兩塊連在一起啊 在advert上面 對 是連在一起的 連在一起 那連在一起為什麼要弄兩塊memory啊 這個我不知道 我的理解是一塊其實也是可以的 對 對 OK 可能做stack memory 請問那這兩塊是stack的reference 在design裡面 stack的reference stack的reference 就是 cpu 就是design hierarchy裡面那個instance 我從Hawai的角度的話 誰去instance它 這個在manager core裡面這裡 在manager core ok 然後它基本上就跟其他的slaves是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 對對對 所以兩個合在一起我認為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在那個你剛才談到link 這個linker linker 所stack的address跟你decode的address是一致嗎 其實我沒有特別去看那個 它編出來的map file是多少 但是我只是大概 我預期它大概是在什麼位置 那跟我預期一樣就好了這樣子 然後我這邊是特別弄兩個了 就是 一個b只去它的address d只去它的address 從波形上我會看出 是不是 有沒有跟我理解哪裡不一樣這樣 A 等一下 A 所以你這個A是gobo 所以AB是放在128 就是你現在ok memory一個是從base0嘛對不對 一個是連在一起 這邊其實我就不會特別去去特別記說 DFF跟DFF2到底是誰是128還是256 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塊ram而已 就連在一起 對 然後你剛剛說你的AB的simulator 這個AB是什麼位置 AB跟CD 從分位的角度它最後編到4跟8 那CD為什麼跑掉了 跑那麼遠 不是 因為我AB兩個我沒有給它初始值 對 所以它會編在BSS這個section 啊 啊 BSS這個section 它又把它直接指到DFF 也就是應該是RAM256 哦哦 RAM256 所以它就編在RAM256最開頭 對 ok 那CD為什麼跑到上面來 CD是 是Local變數嘛 那它從 哦是Local的 哦 對就在Stack上嘛 那Stack是往上漲的嘛 那Stack初始位置是這樣嘛 就是應該是0x600 所以它就是比0x600要小一點這樣 是 這樣 嗯嗯嗯 對 對 對 RAM的部分大概這樣 ok 好那我接著往下講囉 好的 是是是 然後最後一個部分就是Flash 嗯 從這個 從Wishbone出來 然後一直接到Pathran到最後外面Flash 那我主要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從最外面的這個Semulator的角度去看 然後第二個是裡面這個Controller是怎麼做的 這邊其實沒有太大的重點 不過有兩個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有兩個我覺得可以留意的 一個是FlashController出來 這個源頭的Source 不只有Wishbone 還有另外一個ControlSource 那第二個是 從接到Housekeeping之後 它就一路wire出去了 但是FlashController的Clark 它並不是直接wire出去的 這個等一下會提到 好 首先我是先看外面Segulator 它是怎麼做 它是從別的Project裡面Call來的 那它裡面的註解就有寫說 喔 我是做了哪些comment 但是實際上我們使用到的 也就是我錄出來的波形 全部都只有recomment這個而已 前面的bit reset 或powerdown什麼的 這些完全都是可以忽略的 那實際上我也沒有錄到這樣的波形 對 但是那個FlashController 是可以generalize出來嗎 對不對 你只要CPU去PO棍 PO棍這個FlashController 是可以產生這些comment嗎 應該是 我不太確定 Core裡面的Controller 有沒有去實作每一個comment 這邊列出來是在simulator那邊 它列出它有實作的東西 什麼意思 simulator有實作 就是呢 就 它有design才能夠 就是它就說我support這些comment OK 對 那這個就是這樣 這是simulation的model 並不是FlashController 那個是FlashRAM 對我從上面這裡開始講的 simulator的部分 對 對 對 但那個FlashController 它support這些comment嗎 這裡面的FlashCommment 我不確定它是不是每一個都support 但是它唯一用到就只有 唯一有用到的是這個 對 OK 所以這為什麼我們那個 Vlog的FTA 就是FTA也只implement這個 OK 對 然後它這邊有去參考Cypress的datasheet 那我稍微再提一下這個SPI 雖然之前很多人講過了 只是SPI它沒有定義要先打LSB還是MSB 所以它一定需要去參考某一份datasheet 才能定義說 像這裡就是MSB線打 那這邊 其實需要留意的是它第一個comment 就是上面列出來這裡是一個byte 後面的address可能是三個byte 或四個byte 不過我們simulator 我們跑的call全部都是三個byte 然後第三個要注意的是 這裡有一個dummy cycle 這個應該是跟產品的特性有關 我實際去看datasheet它就只是說 你打完address之後 你需要多少個dummy cycle 才可以繼續讀寫這樣子 讀data 讀需要dummy的寫 需要dummy嗎 不用 這只有讀嘛 這個寫我倒是沒有很肯定 而且打出去它需要時間去fetch data 就從裡面的memory arrayfetch data 所以需要一個dummy cycle 寫的我倒是 因為實際上我們沒有 寫可能不知道dummy 就直接fetch data data就出去了 總之有這個部分 call裡面也有10做 但是商號5入播型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實際上好像是被跳過了 什麼你入播型沒有dummy是嗎 就是它會有一個stay machine 裡面某一個stay可能是dummy 要打什麼東西出去 可是這個stay somehow是被跳過的 你知道simulation沒看到有dummy是嗎 對 雖然call裡面是有 你的call是指design RTL code還是 SPI flash .p RTL code裡面 RTL code 我等一下稍微會帶到 我等一下稍微會帶到 總之就是從我理解就是 SPI的master跟stay 總共就是要想辦法實做這個 這個protocol 實際上我等一下講的 read 就只是single read 沒有這個due 或bust之類的 這個DDR也都是沒有做的 那其實沒有特別好解釋的東西 就是simulator就是CSB拉下來 已經收到某個狀態 某個command的狀態下 一個一個bit收進來 八個bit之後就call某個task 然後把剛剛的三個byte的adget收進來 如果超過四個byte之後 他就開始一個一個把它打出去這樣子 simulator部分相對單純 然後下面是controller 那從我角度 他就應該要某個stay machine去控制 我現在要打什麼東西 打長度之類的 那也的確他會找到某個stay 那這個stay的變化就變成說 然後依序是我要打出去的東西 所以這個第三就是 然後payloaddata 這裡是address 然後再補兩個0 因為我們那個address好像是30個bit 所以從wishbone出來的 那是1bit 4個byte 然後就左移2個bit 然後這邊也會有一個stay 然後就是看起來應該是打dami的東西 然後下面就是分別它的長度 command一個byte address三個byte 然後這個dami 幾個byte我倒是沒有繼續看 接下來就是32個byte這樣 讀多少 32個bit 32個bit 這說錯了 32bit 對 然後這裡是有點像wishbone一樣 它捐出來的call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3號最後一定要把 我剛剛準備好的長度跟payload 一個一個bit打出去嘛 但是這邊會有一個tX mark select 我一直是找不太到另外一個sauce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trace code有一點亂 從上面跟wishbone的做法差不多 好像就是會一個一個輪 像rubrubb這樣子就是輪流做這樣 所以這邊除了從wishbone出來的一個sauce 還會有另外一個 不過這裡我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然後接下來其實就一個一個bit打出去 打出去就是一些控制信號 然後把我要打出去的東西 因為回到剛剛講的先從msb開始打 它就是往左shift32個bit 然後再減掉長度 從我們的case就是往左shift24個bit 然後msb因為我們只打8個bit msb就在最高位遠了 然後接下來就一個一個打出去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就是入播型 然後看一些有沒有值得觀察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看到這個state的變化 它實際上就直接跳過dummy cycle 因為可能是認為它是simulator吧 也實際上不需要dummy的東西 然後不行啊 你這個behavior是實際的design behavior 對不對 RTL code 它沒有區分就是simulation 還是實際的硬體在跑 對這麼說起來確實是蠻怪 不過至少我是沒有錄到 事實上它就沒有打dummy 所以它要是沒有dummy dummy 這很奇怪喔 我今天假設我這個是flash controller 然後有一個flash的memory device 好 那我打03recommend 然後follow by三個byte的address 好 好 那什麼時候這個flash memory device 會return data 這個flash controller 一定要一次嘛 跟你用的這個flash memory 一定要知道 否則的話我controller在什麼時候要 該sample data 這個我有看datasheet 我是沒有找到dummy 到底 它有寫說要dummy cycle 但是沒有 我至少沒有看到 到底要dummy多久 那從simulator code來說 它應該就是完全不管dummy了 它就是 它收完address 然後接著就開始打了 所以中間根本 它也沒有去處理dummy這件事情 那我的management code裡面的這個flash controller 有沒有configuration register 告訴它我要去偷棍這個flash memory device 例如說dummy cycle 它可能是一個參數嘛 是一個spi flash裡面的一個parameter 然後我從controller side可以去po棍 要不要有dummy cycle 你有看到這個flash controller 有沒有這些configuration register 你在裡面沒有看到有configuration register 我是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對不起請問你是怎麼判斷它是沒有dummy cycle 因為我從這個錄下來的狀態 我把這個狀態拉出來 嗯 它可能第一個是 第一個state它是打recommend嘛 然後就打address 然後接下來我就看到data收進來了 data收進來是那個flash memory device送出來的 呃對 所以是model 所以是model 所以address打完model馬上打出來 對 從code上看也是這樣的 對從那個model 那你找到的那個data收 中間是有dummy的是不是 他寫要有dummy 但是我找不到說到底要dummy幾個cycle 或者是幾個clock Data收上面應該會有diagram 會有那個圖 比如說read一個typical的read 大概是怎麼樣 嗯 嗯 或許是我沒有看得很清楚啦 就是我把它截下來的就是我看到的 對 只用這樣示意嘛 嗯 一般會有 會有 就除了這個圖還會有一個表 它會跟你講dummy cycle是幾個t 嗯 嗯 對 這個我可以再找找 嗯 嗯 好 所以最後就是 其實差不多是這樣 一個一個beat打出去之後 嗯 我看波形的觀察 最後有一個是 呃 這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就是 就是呢 呃 Flash controller打出去的clock 不是直接wire到最外面的 哦 就是 不直接接到Flash 的memory device 他接到wishbone 欸 他接到housekeeping那邊是 沒有直接wire的 接到housekeeping之後 一路就是直接wire出去 但是我找不到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有什麼理由要這麼做這樣 所以我這邊一開始看到我把 有點怪怪的就是 為什麼他跟我打出去的就是差啊 差了一點這樣子 他一個cycle 他一個call clock 對 呃 flash flash clock 跟 跟這個light managementsoc light sti pi e5 co sdr 5 4 clock 對啊 差一個T 差一個call clock 嗯 差一個call clock 我的部分大概這樣子 對 喔 喔 好 好 好 所以你的flash clock 是 一 二 這個是 最終收到了 對對 就除二嘛 對 應該除四 除四 是call clock 除四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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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這樣子 喔 因為為什麼特別注意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做 cover那個fpda上面的flash spi flash 是我們要做spi flash這個design 嗯 那這個design 他 這個spi flash有四組 四個信號嘛 對不對 一個是csd 一個是spi的clock 然後io1 io2 io0 io1 對不對 兩個io 那 他的spi clock 就是 我的這個flashman device 他是一個fpda的一個module 那他的clock 是 是fpda裡面的clock 而spi clock 並不是當clock來用 spi clock事實上是一個信號 好 好 在我的這個spi flash這個design裡面 好 這個memory device的這個design裡面 我spi clock是當作信號 然後用fpda provide的那個clock 來sample 這個spi clock 因為他是當作信號來用 來sample他 好 那 在傳遞data的時候 io data 在 送出來的時候 他是 是rising 他是folding 送出來 然後 接收端是用spi clock的rising 來sample他 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 我在設計spi flash那個device的design的時候 對 是把spi clock 當作信號來處理 所以這個 因為 我們的lab實驗裡面 有一個lab是做spi flash的lab 對 所以那個 那個design 要特別注意 嗯 嗯 嗯 所以 spi clock 所以看起來我們的 這個spi controller裡面的spi clock 是call clock 除 除4 出來的 對 是除4 嗯 好的 好的 ok 好 那 這邊報告到這 是 好謝謝 謝謝 ok 好我想今天也到10點 所以那三個 嗯 FPGA的 那個實驗 啊 那 我們可能下一次 嗯 再接著報告好了 因為那三個module 還蠻重要 因為 我們要 建 carval的 FPGA 整個 這三個module是裡面的 這個 第三個一部分 我們把它separate開來 變成三個小的 體驗 這樣 這樣 好的 ok 好 那今天 我不知道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看一下這個 chat裡面有沒有提到 嗯 好的 那我看起來還好 那有沒有特別其他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就 就到這了 啊 那那個關於 呃 呃 呃 我上一道就是各個module的啊 我們先從implementation spec開始 啊 開始寫啊 那 呃 我想大概兩個禮拜後 呃 要是有哪些module 有一些 內容啊 或者 大概寫的差不多 我們就一個個 拿出來review 啊 這個 這個 嗯 好的 呀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大家就休息吧 呀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拜拜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好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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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